我們一起去挑鑽戒 為什麼不再去挑鑽戒呢 所以今天就是要公布一個消息 就是 叨啦!我被求婚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貓貓 歡迎回到我們的YouTube頻道 如果你有常在看我IG的話 你就會知道我的現實動態裡面常常會PO出來 我有一個非常賢慧的視頻 比如說我的室友今天做了便當 我的室友烤肋牌 或者我的室友是折衣服小精靈 或是室友又把家裡打走得很乾淨 我有一個這樣子很賢慧的外國室友 然後呢 我們一起去挑鑽戒 為什麼室友當然會挑鑽戒呢 所以今天就是要公布一個消息 就是 叨啦!我被求婚啦! 那這個室友其實是在我 開始拍片之前就認真交往的對象 因為在公開之前不太方便 所以我就稱他為室友 所以他的綽號就是變成室友 那我覺得去挑鑽戒的這個過程 有一種蠻像是在上課的感覺 有很多男生他可能想要求婚 求婚原本是一個驚喜 然後結果看到戒指 可能變成一個驚嚇 所以 既然這種珠寶店不是 平常大家趕走進去隨便逛的地方 我今天決定為大眾謀福利 帶大家直接去現場看一下 我們當時是怎麼挑鑽戒的呢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大雅鑽石 Dy Diamond的敦南店 其實他們有幾間分店 那我當初會選這邊 是會覺得 這家分店看起來還蠻氣派的 帶大家繼續看一下囉 珠寶店真的不是隨便的人 都敢踏進來的地方 所以呢 我覺得如果你錢很多 你想要花在大牌子 那當然OK 但是如果你是小資族的話呢 我會非常推薦大家來這邊 因為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預算 去找到最適合你的鑽石跟大小 那據我所知呢 不管是大牌子還是小牌子 都有一個GIA認證的證書 所以我今天呢 就特別請到了 當初幫我和我未婚夫 一起挑鑽戒的店員可喬 我們歡迎可喬 哈囉 給大家看 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當初在這邊挑的 真的是在這邊挑的 好 那可喬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鑽石會有大牌子跟小牌子 會有一個GIA認證 什麼叫做GIA認證 GIA的話 它是一張國際的鑑定書 那它在全世界的話 都是認可的 全世界 所以全世界的鑽石都會 經過GIA認證 你就會有一個這個證須 也就是說 這是真鑽 真鑽的認證了好不好 有這個證書的話 保證你一定是買到真鑽 不會是假的 那我想要請可喬 講解一下 顏色跟等級進度 跟車工這些的區分 要怎麼選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暫時會分四個區間 4CE的部分 那重要的話 就是克拉樹的大小 那一克拉的話 就是100分的意思 一克拉是100分 大家好像一般人 現在求婚戒都會 通常會買30分到 10分到一克拉之間 那顏色的部分呢 那顏色的部分呢 最高的等級是從D開始 是最白的五色等級 可以讓它一直往下倒立都有 我一直很好奇 為什麼沒有ABC呢 哈哈哈哈 我反正GIA認證呢 最白的顏色就是從D開始 然後一直到Z都有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表格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是比較 不是 顏色上是白 然後比較黃 也就是說 呃等級 有 字母越往下區分的話 它就是越黃 顏色會越黃 越黃 那越黃就會影響它的價錢 比較黃的價錢 就會比較不好 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聽到他們講說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 彩色鑽石 我說什麼是彩色鑽石 我說 那你剛剛不是說 黃色不好嗎 為什麼彩色 它就是彩色鑽石很貴 我說你不是說很黃不好 為什麼彩色鑽石很貴 他們跟我講了一個理論說 呃 如果你黃到一個境界的話呢 就是屬於彩色鑽石 那就是另外一個價錢 所以你是屬於 你要嘛 你要嘛 就是要夠黃 如果你黃不黃 白不白 有點黃 那價錢就不太好 對 進度的部分呢 什麼叫進度 進度的話就是 鑽石內航物的意思 就是內航物就是裡面有沒有礦物質 因為它是 鑽石是天然培育出來的 所以裡面可能 多多少少會有一點 什麼叫雜質的礦物質 內航物 我們叫內航物在裡面 那這個內航物有什麼影響嗎 嗯 那內航物的部分有分為五個區間 那最好的等級是 FL 及 IF 是無暇的鑽石 FL 就是 Flawless 無暇 就是沒有 裡面是完全是乾淨的 對 那我一般來講的話 大部分的客人會選擇 第四個區間 SI 的等級以上 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如果說我今天預算有限 然後我想要買大顆一點的 我可以用 找低一點的進度來壓低這個價錢 對嗎 對 如果你將來沒有賣掉 你就是想要大顆一點 好看一點的話 我個人會覺得 用進度這個來壓低價錢是很不錯 可以找到比較大顆的 好 那接下來 車工的部分有什麼差別 那車工的部分 我們公司都是選到最好的等級 Excellent 最好是Excellent 對 那有拋光跟對稱性 也都是最好的 就是拋光跟對稱性 其實像我那時候來買的時候 他們有給我一個顯微鏡來看 就是可以看到 最好的會有一個 八星八劍的呈現對不對 對 那顯微鏡下面才看得到 那如果他切割不好的話 會有什麼影響 那切割不好的鑽石呢 那光像這樣子 因為會看起來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小 光都會從旁邊露光 旁邊露光 就會影響他的折射 所以有一些人如果 帶那種很大顆的 看起來不亮的 你以為他是 帶一個玻璃還是水晶 那其實他是真鑽 只是因為切割不好 所以切割也是很重要 以上就是大家看到 這四個層面都會影響 每一個層級 有一樣的變動不一樣 都會影響鑽石的價錢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一下 我覺得求婚這個部分 驚喜是很重要 但是有一些男生 他想要給女朋友驚喜 但他又怕花這麼多錢 買到一個女朋友不喜歡的款式 那怎麼辦 那我們公司的話 有提供專屬的外界求婚方案 專屬外界求婚方案是怎麼樣 是他說他先來挑 然後挑一個現場的是不是 對 就是男生可以先挑 我們現場的求婚戒 那求婚後再帶女朋友回到門市 再訂製專屬的專櫃 所以等於是說 他先買下這個專櫃 然後他去求婚 然後女朋友如果覺得不喜歡 可以再回來挑選他自己喜歡的 對嗎? 可以 那這個可以多退掃補嗎? 金額的部分都可以 可以多退掃補 所以男生們 你如果想要給女朋友一個求婚的驚喜 又可以挑到他喜歡的鑽石 這也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當初我們就不知道 有這個服務 所以我的室友呢 就說他怕挑到我不喜歡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這麼貴 那他覺得直接帶我來挑比較準 但是我覺得驚喜這個部分也很重要 所以既然真的是幫大家謀福利 男生們以後 可以買到 可以達到求婚的驚喜 然後又可以讓他買到喜歡的鑽石 那講到這個 我想知道你們最熱賣最受歡迎的大小和款式是什麼 那一般普遍來講的求婚這款式 有經典的四爪接六爪 經典的四爪 這個是四爪 這個是四爪 大家看一下 四爪會看起來視覺上比較方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六爪的話呢 就會比較圓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鑽石有分的形狀 是這些人都有在市面上面賣的 其實是 我看到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星型耶 超可愛 我看到的時候 我剛剛看到覺得天啊 太夢幻了 星型的也賣得很好 星型的也賣得很好 星型的也很好 女生就喜歡星型的 給大家看一下 我手太醜就不示範了 欸這真的是愛心耶 你們有看到嗎? 而且它外面是還有一圈的碎鑽 然後視覺效果上看起來都超大顆 除了買現場的款式呢 我的話 我是挑選我鑽 然後跟借台分開來定做 因為我們的預算有限 這樣子才可以依照我們的預算 去找到最適合自己 所以如果說你來這邊 檯面上面 看到你覺得 這個價錢有點超出你的預算的話 其實可以跟我們的 可愛的可笑 溝通 依各方面去挑選 來達到 符合你預算的要求 那再來我想問一下 這麼貴這種東西 可能你帶就要帶很久 我很想要換一下 我覺得這款式有點蜜喔 那可是買兩個 真的是有點沒有必要 那這樣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方案 可以給我們參考 我們公司的WOW 提供小幻大的服務 我們的WOW 就是會用原本的 鑽石未來市價 八折做回收 未來鑽石的價格 也就是說你之後 假設10年後你要去買的時候 未來這個鑽石值多少錢 就是用這個價錢的八折去做換購 如果說未來鑽石有漲價的話 你還有可能會賺到喔 是不是超划算 那像我剛剛來這邊 我就會覺得其實有點髒髒的 我就問他們 我就問可笑說 可不可以保養或是清洗 你們有這個服務嘛對不對 有的我們清潔保養都是免費的 都是免費的喔 那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大概5到10分鐘 5到10分鐘 所以說如果你逛街 有經過他們大雅鑽石的分店 有經過大雅鑽石的分店的話 你也可以來做清潔跟保養 那到他們現場 不只有鑽石 那還有賣耳環啊項鍊啊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找 不管是禮物啦 或是求婚戒啊 都可以到大雅鑽石這邊來看看喔 好那我們今天 非常謝謝可喬的 非常專業的介紹 看完了今天大雅鑽石的可調解 首先之後有沒有覺得上了一課呢 因為包括我本人 在有去挑過戒指之前 對這些真的是一點概念都沒有 下一集告訴你 我和室友是怎麼認識的 你想要看我們的婚紗嗎 記得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天菜小姐 還有我個人的頻道 風姐摸摸 可以看到更私下的摸摸喔 喜歡我的話記得要追蹤我的 Instagram還有Facebook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